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具有轻转外照或是因润照等作用 用于治疗造症的方剂统称制造剂 从这定义看 造症制法有轻转心善和干粮滋润两类制法 那这两类制法分别针对了 造症的外照和内照两类并症 两类并症 那这个造呢是外感六影之一 外感六影风寒暑时造火 其中造是外感六影之一 那对造的认识呢 历史上有一个过程 对于内照认识比较早 早在内经 以及汉代的张宗景的伤寒杂病论里 都已经有对内照的治疗方法和治疗方剂 譬如我们后面要讨论到的卖门东汤 那就是治疗内照 知音润照的一个典型方剂 那对于这个外照 外照这方面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呢 产生比较晚 较早的是清代初年的于家园 于昌 他提出来这个外照造邪为病的问题 内经病基十九条里边呢 没有照 所以于家园还补充了 一条这个相应的呢 造邪为病的 他补充一个经文 那后来呢 因为在当时的方剂书里 都没有外照的分类 到这个历史演变过程当中 当然像这个 王肯唐的政治准审理呢 有一些开始治疗外照的方出现 一直到清代初期一方集结呢 才有了外照分类 但外照的代表性方剂的出现呢 是在清代的中期了 无区通的文明条片里 他利用生疏影改造 组成一个性疏散 一般认为治疗 这个外照当中一个特别良造 一个典型的方剂 所以由此看来 对外照的认识呢 有一个过程 那照首先分 外照和内照两类 其本质啊 内照是因业不足 人体失去经业辱润的现 只是称之为照 那这一点大家很好理解 那对于外照里边的这种良造 往往初学的学员呢 不好理解 下面我们看看这个性疏散 性疏散 性疏散这个方 它是治疗良造 外感良造的一个代表方 一个代表方 所以主症病激分析啊 病激是指它外感的良造症 良造症 造 作为外邪来讲 都有秋天发生 所以一般称它为秋造 那秋造呢 都用于伤肺 同气相求 风寒属日造火 造属于经 造经了 肺呢 也属于经 所以在五行当中呢 也费精了 所以造语伤肺 那秋天的气候呢 介于夏天和冬天之间 那在初秋的情况下 往往前面连着夏天 那这个时候呢 秋阳已暴 那太阳 还比较充裕的 气候呢 仍然比较炎热 所以初秋 由于感受的温灶 它是以 伤筋为主 那深秋呢 就和初秋不同 深秋的气候特点呢 后面接着冬天 因此有些人 把这个良造呢 把它称作 造为赤寒 比寒赤一等 或者又叫小寒 又叫小寒 因为这个时候西风疏煞 气候呢 开始呢 比较寒冷了 所以这时候感受的外造呢 多偏于寒 把它称为良造 那姓苏神的祖旨 它祖旨外感良造症 从祖旨的这个 曾后来讲 外感良造 像物寒 无憾 咳嗽 这我们都好理解 造语伤飞 肺时宣将咳嗽 包括头胃痛啊 这个都好理解 但是它鼻色一干 在深秋的时候 感受偏于寒邪的造型呢 别是阻塞 咽喉干燥 那这个应该 类似于今夜缺乏的表现 但反过来 祖旨里又有 磕寒多清晰 磕寒清晰 这又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小青龙唐症 那种寒影内停 客寿坛多清晰的表现 所以这一点 是初学这个性舒散 这个方案 初学良造制法 很难理解的方面 要理解这个问题呢 主要我们要从造的本质来看 造的本质呢 是缺乏经业乳润的现象 称之为造 那缺乏经业乳润的现象 称之为造 对人体经业缺乏 可以有整体性的 可以有局部性的 比如内造 或者呢 温造 外造当中温造 它都是一种 整体性的缺乏经业乳润 所以产生 口干鼻造这些呢 缺乏经业乳润的造像 但良造之学 本质上呢 是感受外寒 也有寒性的特点 同学们学过 中医基础理论里边 六影的一个发明特点 寒性收音凝制 是契机欲制 经业不能不散 经业凝聚在局部啊 不能不散 那需要经业乳润的地方呢 由于经业凝制在局部 局部可以 没有用的经业很多了 可受谈 多清晰了 寒影内听 需要经业乳润的地方呢 得不到不散 无法输不到那里去 反而产生 鼻涩一干 咽喉干燥 这种感觉 所以良造症 和单纯的外感风寒症 不同的就在这个方面 就在这个方面 因此良造症的本质 是经业凝聚不部 经业凝聚不部 经业的不散呢 从内经上讲 有很多环节 内经经脉别论有段话 叫做引入于味 喝下水到了味 由于经气上属于脾 脾气善经上归于肺 所以要输不到肺 通过肺的宣降 使经业不散 通调水道 下属膀胱 水经时部 五经病行 所以由于外感良造 肺气宣降失常 肺气比喻 经业不能正常的宣降不散 停聚在局部 产生了一定的寒痰 因此咳嗽痰多清晰 但是咽喉口腔 鼻腔得不到心液乳润 可以一时咽喉干燥 这是理解性疏散 正后进行病机分析的一个关键 如果这点不理解的话 很难弄懂它的一个组织 一个组织 以及和外感风寒症的区别 至于它的组织里面舌相脉相 这个舌胎是白的 在偏欲寒了 脉弦是有痰 大家知道 症断学里面 血脉可以 也组弹式了 这是性疏散症的一个病机分析 那性疏散 它的治法呢 针对这个病机 由于造之外来 良造之邪从外而来 那外来只喊温必兼晒 所以要清宣 所谓清宣 是向外面宣透 宣晒 这个意思 那对内有经验凝聚呢 要理肺化痰 理肺是恢复它的正常的 正常宣降 化痰呢 是通过温化寒痰的方法 所以全方是偏温的 偏温的 从用药来讲 这个方理的军药 是书液和杏仁 所以方明呢 叫性疏散 杏仁是 新温的 首先它的作用可以发痰 擅长于发痰风寒 通过发痰风寒 解除良造之邪 当然书液还有理系作用 可以理气 特别用书梗呢 理气宽凶 当然书液在这里发痰 用量在正常量范围内 偏大一点 因为书液中等量理气 大量呢 使发痰 小剂量呢 能够解育 可以疏通气血 解育 它是又入气氛 又入血氛的 杏仁 能够降废气 也能化痰 那通过刚才病激分析 我们知道 外来量造之邪 是废气 必欲是关键 所以呢 你书液这种新温之品呢 清宣量造 发痰 杏仁呢 降废气 宣通了废气呢 经验能够不善 而且它主症当中啊 磕瘦是个很重要 秋躁磕瘦 是个很重要的症状 所以新人这种宣肺 宣降废气 仍此起到止咳化痰作用 这方理的成药 有前壶就跟止咳 前壶这位药 是表里同志的药 对表来讲 它有一定的新善作用 新善可以协助书液的截表 协助书液的截表 当然在本草书里讨论呢 多数一家认为 杏仁主要是降废气 但本草求证的作者 黄公秀呢 他认为杏仁还可以删表邪 这个可以结合起来理解 前壶呢 也能够删表邪 增强书液的删表作用 同时前壶呢 又可以降气 降废气 降废气有助于止咳 增加性能的止咳作用 这根止咳这一组啊 那是宣通气机的 这根这位药呢 擅长于开宣废气 也能化痰立咽喉 那这根开宣废气 它配杏仁以后呢 这两个药是宣降废气的一个常用的基本组合 因为废气以宣降为胜 这根的宣废 杏仁的降废一宣一降 恢复废气正常的宣降 止咳呢 它是能够宽庄 能够理气 理气侧中在降气 那这根宣废来叫宽废 止咳呢 通过了降气来宽庄 两个相结合 又是一升一降 一升一降 这就成为了长期以来临床上 人们习惯使用的一种升降气机的组合 大家知道了 气的通畅在人体非常重要 气型则血型 气型则经验不善 如果说气机组织了 胸部万腐这个气机组织了 那经验凝聚 就会不得不善 那气机组织呢 淤血就会产生 所以我们很多自弹射的方 自淤血的方 都利用了这根止咳一升一降 这个作用 这根止咳相配呢 这种基本配物的结构 是在宋代就已经形成了 所以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这个拜多山 以及生疏影 里面都有这根止咳这种基本组合 到王清润的 这个血腹足玉汤 治疗瘀血的 也有这根止咳这种组合 他治疗胸中 血腹血鱼啊 前面我们讲理学记讲到的 很有名的五足玉汤 一个头一个方 血腹足玉汤 就是用这根止咳一升一降呢 来畅通胸中气机 协助瘀血的消散 所以这组成要啊 这根止咳是大家理解方解当中 又是一个重点 他通过一升一降 可以有助于刑期而不善经验 这是成要 这个方理的左要呢 有三味要 伴下 成皮和佛林 伴下是造势话谈 何谓下腻的 这里呢 一咳嗽 为主阵 咳嗽 通常经验凝聚 往往还谈多 所以伴下既能话谈 又能使肺为致气呢 下行 又能何谓降孽啊 又能止咳嗽了 成皮是礼气的 礼气的 又能话诗 话诗有助于去谈 佛林呢 是贱皮圣诗的 贱皮圣诗 有助于针对 生痰资源的脾胃 脾胃 生痰资源了 这是治本的 伴下成皮 佛林 这是一个基础方 加上后面肝草 就是治疗 谈诗的一个基础方 叫二层汤 二层汤呢 在后面的 我们这个第十六章里边 要讨论去谈 记得第一个方 基础方 二层汤 所以这个方 里套有二层汤 生姜和大枣 在这个方里呢 是属于左药 左药它可以调和脾胃 调和饮味 从外来量造 这些挺饭体表来说呢 用姜枣 调和饮味 能够疏通体表的气血 那弹湿的产生 跟脾胃运化的功能 不足也有关系 姜枣 那个调和脾胃 对表呢 调淫胃 对内呢 调脾胃 这也是从前面讲 桂枝汤的时候就提到的 这种配物 这种常用配物 肝草在这个方里呢 主要作为使药 那是用来调和药性 调和猪药 而且呢 又一起补皮作用 一起补皮作用 整个这个方配物啊 使很多是运用了前人的 用前人的很多基本配物结构 利用了前人很多研究成果了 成功的一些配物结构 所以大家读到这个方 可能看到呢 尤其眼熟 可以回想一下 有点像前面的什么方呢 实际上这个方就是 我们前面学到的 在这个第一章截表记里 在截表记第三截 里边浮证截表 第二个方 申书影 虚人 这个外感风寒 用申书影呢 指了虚人外感风寒 因为客寿 谈多啊 清晰啊 这个申书影 这个方改造而来 申书影产生在宋代 这个方呢 这无趣通产生在清代的中西 申书影和这个方的区别 有三位要的区别 申书影里边有人生 有木香 这个方没有 这个方里边加了性人 申书影没有 差别就这一点 差别就这一点 那这个差别 无趣通知怎么把申书影 改造成了这个性书陕呢 他加性人 是由于这个方呢 要增加他的降肺气 结合书影这个 就给他宣了 他加强宣降肺气 止咳这个作用 因为秋造咳嗦啊 咳嗦症状非常突出 所以加强止咳作用 他去掉木香 是由于 唯恐木香呢 太温造 木香太温造 在这个方中呢 不必要 他还没有 像申书影里考虑到气虚啊 脾虚啊 这些用木香 离脾气了 而且和人生都补药同用呢 用木香以后 有助于就补而不知 补而不知 所以这里呢 把木香去掉了 而且申书影 主要用于老年人 或者体质比较虚的人 有风寒可受 这个方呢 他没有强调要 体虚不是用于虚人外改 所以把人生都去掉 所以从这个两个方 宋代公元一千年左右的方 到这个 这个 十九世纪的方 这中间差了将近八九百年的历史 后人怎么样用前人的改装呢 在配方稍作调整 治疗范围的产生变化 这个也是我们在 运用灵活的组织方计当中 应当学到的 或者体会到的一些方法 这是刚才讨论的方译分析 方译分析 这个方的辩证要点 临床使用的时候 一种基本根据了 辩证要点呢 首先表证 被明确的有表证 表证偏于风寒 造为刺寒 或者说小寒了 所以物寒 无寒 这物寒来代表了 物寒发在中间 用物寒为主的 偏风寒方面 无寒呢 反映出它是一种 外感风寒 仍然属于表证的阶段 我们前后比较呢 从学麻黄汤 这个基础方 外感风寒表证证之后 我们讨论了 包括这个类似方机理 像这个小青龙汤啊 包括拜斗陕啊 包括生疏影啊 这些都是外感风寒表证证 在这个地方呢 仍然是表示 物寒物寒 客寿谈息 而且一般来说量较多 这是辩证当中啊 它寒谈特点 烟干 这两个代表了 鼻涩一涩 烟后干燥 代表了这种 经业本能不散 那绝部缺少经业乳润 这个现象 台白卖悬 这是前面的家组织讨论过了 在临床运用当中 要注意呢 随症加减 根据病情不同情况 如果乌寒较重 乌寒发热是表证的 特别是偏于寒 乌寒比较重的 但用输液呢 解表力量不足 应该叫枪火 枪火呢 这个在发散表函当中 力量较大 如果发汗后 这个通过发汗 汗后是指的通过发汗以后 表写疏散 或者一定程度疏散的 咳嗽仍然不止 这说明呢 就是剩下废气 宣降 适常 特别是废气 虽然输降 上溢呢 可受不止 那就不必要再用输液 来发散了 因为表情已经较轻了 加输梗 把输液改成输梗 输梗呢 刚才讲了 它侧重在里气 里气 如果头痛 见梅林骨痛 头痛 那太阳经的头痛 用枪火 阳明经的头痛呢 擅长用白痴 这个在元代的 晶元时代 这个李东元都要总结了 太阳枪火 阳明白痴 那阳明经脉经过 梅林骨 梅林骨痛呢 所以加白痴 如果风寒 育儿化热 有热响 那或者呢 课台 开始偏黄了 反映出有热的现象 那这个方理呢 要加黄情桑皮呢 氢化热痰 就氢飞热 氢化热痰 这是一个灵魂运用当中 常用的一个 加减的方法 常用的一个 加减方法 对这个方呢 它的配物特点 我们从各国上的方译分析可以看出来 它很重要呢 用清旋 截表方法 和温润化痰方法呢 结合使用 实际上 它整个这个法师 严格分成三个法 主要部分 当然可以看出两个 也就是温宣外照 然后呢 宣将废弃止客 对外照 温宣温散 废弃不宣的 可受呢 宣将废弃 主要信仁为主了 那作为 谈诗 经验凝聚 不不 用温化 温化 所以我们往往用三个字概括它 温宣化 化是它制法的 这个纲领 温宣化 那我们 这三个字 具体内容呢 温是温散表现 宣是宣废 止客 化是化痰 温化寒痰 这是它的这个 制法特点 制法特点 性舒散 和 这个 生疏瘾呢 要进行比较 刚才我们 比过了 是从它 药味的变化 就是病肌的变化 来比的 所以同学们 复习的时候呢 这是 一个 复习当中的重点 这两个方 病肌有什么 相同不同的地方 用药有什么 相同不同的地方 希望复习的时候呢 注意 对这个 性舒散来说 理解呢 很重要是 对它这个 造的认识 性舒散 这个良造的 这个造啊 不应当看中 整体经验的不足 而是 整体经验呢 由于契机 预知之后 凝聚不步 不步 导致局部的经验 得不到输步 得不到输步 我把量造和温造 这两类的本质呢 做个比喻 可能有助于大家理解 温造来说 就相当于 比如就像这个 鱼根初说的 那初秋的时候呢 秋阳的以暴 天气 整个气候很干燥 那我们如果像水库里的水 就因此减少了 那城里自来水厂的 制造自来水呢 就没有源头 那整个城市 整体上缺水 造成这个 干燥 造成干燥 这是温造的本质 量造的本质是什么呢 经验布山上的问题 比如说 由于某种原因 输送自来水的管子爆了 或者部分地区阻塞了 那这个地方 爆的地方 可以汪洋大海 可以造成经验停聚 在局部 反映出来这个地方 经验停聚在废 那的咳嗽坛多清洗 那是有用的经验 变成无用的便利产物了 但是另一个 应当输不取经验辱论的地方呢 由于经验停聚 局部的不善 而是某些地区 缺乏经验辱论 所以有的地方 水管爆了汪洋大海 有的地方 人们拿水桶去 等着提水喝 一个道理 所以量造的本质 就是经验凝聚部 所造成的 这是理解这个 温造量造区别当中 一个关键问题 这个因为过去 很多学员在学到 这个方的时候呢 你说性舒散 发散风寒 他好理解 说到他属于灶 灶怎么还 这个 可受痰度清晰呢 单纯风寒 可受痰度清晰 又是鼻塞一塞 咽后干燥呢 而的确在 深秋季节呢 有这种现象 很多病例啊 有这种现象 这是我们刚才讨论了 这个量造制法的代表方 当然性舒散 作为临床运用呢 不只可以用于这个量造 也可以用于各种季节的 外感风寒清症 这里指的外感风寒的清症 当然还是所以表示症的范围 在外感风寒正中 一颗瘦为主要表现的 那不管是在秋季 其他季节里出现 也可以使用 因此有的教材 或者参考书里呢 性舒散 也有把它收在 新温截表季里面 放在截表季里 也有这种情况 但是由于这个方呢 它是一个产生性舒散 无其同是以治疗量造 作为代表方出现的 而且在深秋季节的感冒呢 这一类的咳嗽也还比较多 所以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 完整性出发呢 还是放在制造剂里面 治疗外造的量造类方剂呢 作为代表 所以它既是一个常用方 又是一个代表方 这是它的一个方的性质的特点 下面讨论第二个方剂 伤性糖 性舒散和伤性糖 都是一类方 一类方重点方 那也是全面掌握的方了 伤性糖产生于温病挑变 温病调变上把伤性糖和前面讲的性舒散呢 作为一对 作为一对 治疗外造的一个 这两个都是相当于一个常用方代表方 那伤性糖治疗的都是温造 外造当中的温造 那也就是说 这类症候产生的季节呢 是初秋的阶段 初秋阶段前面连着夏天 这个时候呢 阳光还比较强烈 所以说秋阳以暴啊 造热比较重 秋阳以暴气候干燥 那伤耗人体精液 肺中精液被损伤 影响肺气不炫 温造就外邪侵犯人体 气候啊 外邪侵犯人体呢 会有表症 所以可以微微的有头痛啊 发热了 这一表症 但是伤性糖症啊 是病邪比较清淺的 首先要说明 病邪比较清淺 所以说生热不胜 有发热 有头痛 但不重 外邪较轻 它主要表现在 这个温造之邪 影响肺气不炫呢 以咳嗽为组成 那咳嗽呢 由于造邪引起咳嗽 造邪伤及肺的经验 肺经受瘦 肺经受损伤 因此咳嗽反映出来 是干咳无痰 或者痰少而黏 这在初秋季节日 经常发生的 干咳 或者呢 有一点痰很少 黏不容易咳出来 造痰特点呢 咳得可以起湿湿 严重的 咳酒还可以带血 咳伤肺落以后 痰中带血湿 至于口渴 咽干鼻灶 这个表现呢 是反映了 灶伤精液之后啊 肺胃系统精液不足 肺胃系统精液不足 食于蛇像脉象 蛇虹 是温造的本子 所以热血 所以呢 所以呢 就会休息一下 你那了 吃吧